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日的新闻聚焦于民主党全国大会 前总统奥巴马在大会上强烈支持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并批评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呼吁选民选择一个全新的篇章 远离特朗普的混乱与分裂 奥巴马的演讲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响应 强调了哈里斯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性 此外,米歇尔奥巴马也在大会上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讲 指出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和分裂策略 并强调哈里斯作为首位女性 即首位黑人和南亚裔总统候选人的历史意义 他呼吁美国人民珍惜前人的牺牲 积极参与投票 为民主发声 而在会场上 哈里斯的丈夫道哥·埃姆霍夫 则分享了他们的浪漫故事 让人们看到哈里斯的另一面 这次大会不仅是政治的聚会 更是一场情感的交流 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报道 前总统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力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并猛烈抨击唐纳德·特朗普 奥巴马在演讲中表示 美国不需要再经历四年的 喧嚣、混乱和笨拙 而是应该迎接一个新的篇章 支持哈里斯成为首位女性 和有色人种总统 他回忆起哈里斯20年前 为他的参议院竞选筹款的情景 并强调 他将关注每一个美国人的问题 而不是只为自己的支持者服务 奥巴马还提到 特朗普的政治手段 是将国家划分为 我们和他们 并警告选民 不要被这种分裂的思维所迷惑 在演讲中 奥巴马不仅支持哈里斯 还赞扬了即将卸任的总统乔拜登 称他是捍卫民主的英雄 奥巴马提到 特朗普的行为和言论已经变得臣服 呼吁选民们 要关注那些真正为他们奋斗的候选人 而不是那些只会抱怨的富豪 他用生动的比喻形容特朗普为 邻居不断制造噪音 令人生厌 而哈里斯则是那个在需要时 伸出援手的邻居 奥巴马强调 民主党需要倾听不同意见 才能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BBC报道 哈里斯的丈夫道格·埃莫夫 在大会上分享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讲述了他们在2013年 通过盲约相识的情节 透露他们即将庆祝十周年纪念日 埃莫夫的发言 让与会者感受到哈里斯的温暖与坚韧 同时也为他的竞选增添了个人色彩 民主党大会的气氛热烈 许多发言者都强调了女性在多胎权和枪 知安全等问题上的重要性 认为这些议题将成为2024年选举的重要动员因素 各位发言者一致认为 保护女性的生育权和个人自由 是当前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CNN报道 米歇尔·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 第二天的演讲中 强烈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唐纳德·特朗普 他回忆了自己和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在白宫期间遭受的种族主义攻击 特别提到特朗普曾推动的出生主义阴谋论 奥巴马质问 谁来告诉他 他正在寻求的工作 可能就是那些黑人工作 这一言论引发了大会观众的热烈回应 他还强调 特朗普利用成就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谎言 来掩盖缺乏真正解决方案的事实 并呼吁美国人采取行动 回应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 Yahoo! US报道 民主党在大会第二天 试图反击共和党的攻击 展示了多位前共和党支持者 对特朗普的批评 奥巴马的演讲成为当晚的亮点之一 他以特朗普的狭隘视野 让他感到威胁为开场 紧接着提到哈里斯的能力和背景 强调他将成为美国的希望 大会还邀请了其他前共和党人发表讲话 强调特朗普与拉丁美洲独裁者的相似之处 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党的团结 与向中间选民的呼声 尽管总统乔·拜登的存在感较低 但他对哈里斯的支持和对特朗普的批评 仍然在大会上得到了体现 悉尼城风暴则关注加州州长加文·纽森 对哈里斯的支持 同时表达了对拜登的担忧 他认为拜登应得到更好的告别 而不仅仅是一次简短的演讲 纽森称赞哈里斯的能力和韧性 认为他在未来的竞选中处于有利位置 他指出民主党在快速转变候选人的过程中 未能充分反映拜登多年来的贡献 他呼吁党内应给予拜登更多的尊重和反思 认为这是对他长期服务的应有回馈 纽森的言论反映了民主党内对未来方向的思考 以及对如何平衡对前任总统的尊重 与新候选人支持的挑战 Japan Times 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奥巴马 联首为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竞选诸威 奥巴马在演讲中强调了哈里斯作为首位女性 首位黑人及南亚裔总统候选人的历史意义 呼吁美国人支持他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现任总统特朗普 表示国家不需要再经历四年的喧嚣和混乱 他提到 哈里斯代表了一个新的篇章 呼唤一种更好的故事 强调了团结与希望的重要性 Yahoo US 奥巴马在大会上表现得极为激动 回顾了他与哈里斯之间长达20年的关系 称他为信守美国核心故事的政治家 他用生动的比喻将特朗普形容为一个总是抱怨的邻居 而哈里斯则是在你需要帮助时冲过来的人 同时他对拜登的赞美也不遗余力 称其为兄弟和朋友 并强调民主党需要团结一致 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 Sydney Morning Herald 大会现场气氛热烈 米歇尔·奥巴马在发言中 表达了对特朗普的强烈批评 称他是世代财富的受益者 并揭露了他对黑人成功的恐惧 两位前第一夫妇的出现 不仅是对哈里斯的力挺 更是对全体民主党人的号召 鼓励大家团结一致 抵制特朗普的负面言论 哈里斯的丈夫道格 也分享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展现了哈里斯作为快乐战士的一面 为他的竞选增添了更多人情味 悉尼《尘尘封报》指出 特朗普可能利用法律手段 而非武力重新掌握权力 回顾L千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混乱 作者回忆起自己在悉尼的经历 见证了戈尔与布什的争议选举 尽管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 均失去普选票 但他可能会像克里夫兰一样 在四年后重返白宫 文章提到 许多人担心11月5日的选举结果 可能引发类似2021年1月6日 国会骚乱的场景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 可能会出现9名法官的介入 特朗普的律师 在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过程中 遭遇失败 法官们对其指控表示不屑 然而 最近 拥有6名保守派法官的最高法院 却支持了特朗普的法律主张 这让法律专家感到震惊 文章质疑 如果最高法院在接下来的选举中 再次扭转局势 是否会出现布什苏格尔3.0的局面 进而影响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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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